如何操纵一只猫 这五个猫的基因所开关 学会让你狠狠拿捏小猫咪 假笑开关 猫胡子 当你用手从上往下压猫的胡子 猫就会出你刺牙 如果两边一起压 你就会看到猫的强颜欢笑 剪指甲开关 猫脚星 当你抓住小猫咪的脚板一顿狂囊 你就会看到猫脚板开花的景象 部分猫咪还会伸出爪子 此时不见猫指甲更大可视 不过部分猫咪对这个方法免疫 大概是皮后 雷达开关 猫耳朵 当你用手靠近猫的耳朵 你会发现 不管你怎么碰 它的耳朵就像一个雷达 你从哪儿来 它就往哪儿避开 那这个小开关有什么用呢 好问题 暂时没用 待机开关 猫后颈 当你用手提起猫 或者用夹子夹住猫的后颈膊 猫就会被开了待机 直接进入休眠模式 一动不动 此时的猫认你容忍 不过 这个方法对小猫才更容易起笑 超过五斤的猫也不要尝试 抬重 飞手 最后一个 放击开关 让你用气味强烈的物品 比如榴莲臭豆腐 或者你的脚 放到猫咪的鼻子下面 会触发猫咪的纯烈秀反应 而会一脸呆滞的张大嘴